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中的妈妈总是穿着前卫的毛钉靴 染着棕黄色爆炸头 脚踩恨天高 在古巴守旧的小城招摇过世 女人总在为难女人 这段史预言值的婚姻谈不上有多少感情 没了爸爸撑腰 奶奶失常用最卑劣的语言 攻击独立特行的妈妈 孕妇老太太鄙视不讨喜的儿媳 骂她是骚货 为了钱勾引儿子 仗着大肚子进门生下不能传宗接待的女儿 奶奶喋喋不休的斥责 没能让我妈 不拘的灵魂改变 妈妈一点从良的迹象都没有 她让我穿得不伦不类上学 当幼儿园最酷的仔 身为单位领导的爸爸 听到别人私底下议论她那位喜欢穿装衣服的夫人 决定肃清家风 要求妈妈改头换面 别到外面丢脸 妈妈不肯 两人在家爆发剧烈的争吵 背鼠落的是一文不值的妈妈 反唇相机 你当初不就是看上我大胆和漂亮吗 为什么尝到甜头就当垃圾丢到一边 还让你妈践踏我的尊严 爸爸古板的大男子主义作怪 你吃我的用我的 有什么脸谈尊严 妈妈被堵得面上通红 我说过要出门工作 是你不肯 闭嘴 你无非是想到酒吧卖酒 到街上卖衣服 根本不顾及我的脸面 奶奶煽风点火 你老是喜欢穿短裙 是想勾引别的男人吧 某次剧烈争场后 妈妈满脸委屈 行李一收 红着眼离开了这个家 她蹲下来亲了我的脸蛋 彤彤 等我闯出名堂 一定带你走 爸爸的脖唇勾出一抹冷笑 你那么脏 别把女儿带坏了 妈妈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是往她脸上狠狠地作了一口 很快 爸爸娶了第二个女人进门 她是奶奶喜欢的贤惠类型 穿衣风格跟妈妈截然不同 连扭扣都要寄到最上面 后妈肚皮很争气 年底就生下了弟弟 让全家欢喜得合不拢嘴 只不过 这让我本来岌岌可危的家庭地位 一降再降 后妈免里藏刀 喜欢不动声色地 在爸爸面前说我的坏话 彤彤作业不够专心 一听到外头有电视响 马上就跑出去看 她吵着要漂亮裙子 可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 打扮那么漂亮 很容易走弯路的 我反驳 丢下作业去客厅 是弟弟哭得太大声 严重地干扰到了我思考 小裙子是儿童节到了 班上的女同学都有 而我只能穿奶奶用廉价布料改的衣裤 可小孩顶嘴在大人眼中 跟离境叛道没有差别 奶奶恶狠狠地吼我 你越长越像你妈 连根儿都是坏的 整日在外面忙碌的大男人 见亲妈和老婆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数了女儿 不消说 也知道怎么选 爸爸用关小黑屋威胁我 说如果我有任何的刑差他错 先饿上三天再说 我成了全家的眼中钉 肉中刺 每天翻来覆去的都要被骂上一顿 他们才解气 弟弟得到了全家的宠爱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某次他顽皮的翻箱倒柜 把奶奶真是大半生的翡翠手镯给摔坏了 后妈目睹这一切 依然帮着她的宝贝儿子说话 一口咬定就是我干的 我愤愤不平辩解 委屈如同水天一色的潮水汹涌而至 在耳边徘徊多年的脏话 一并骂出 这个举动好像摁开了什么不得了的按钮 奶奶拍着大腿叫骂 脏话连篇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跟你妈一样无耻 多有意思啊 这些上午的台面的话全是奶奶过去骂我妈的名言 随着爸爸暴躁的拳头落下 我彻底明白这个家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好像是个无关要紧的人 寄居在不受欢迎的地方 他们把所有的疼爱和物质上的满足全都给予了弟弟 留给我的只有刷不完的碗 脱不完的地 还有洗不完的衣服 上了初中 我出落得跟妈妈一样的漂亮 经常有男生在路上递情书 小学期弟弟撞见 回家会声会色的形容 我跟哪个男生走得好近 那封被墙塞进书包 没有来得及销毁的书信 成了全家批判我的罪证 后妈阴阳怪气 上梁不正下梁歪 女孩子还是要趁早管教 奶奶中气十足大喊 远你 小小年纪 学得跟你妈一样 到处勾引男人 爸爸绝对不容许体面的领导身份被抹黑 他不容分说甩来几个大耳光 血腥味骤食蔓延我的口腔 解释永远都被当作是掩饰 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只是日子活到这个份上 摆烂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越不努力成绩越差 成绩越差 IP就越多 恶性循环导致我在学校臭名远播 好同学不再愿意靠近 只有不爱学习的男生 喜欢跟我当朋友 堕落的过程很爽 我开始逃课上网 抽烟喝酒 甚至有时候会跑到舞厅唱歌 小城那么小 哪里盖得住风言风语呢 形容有其母必有其女的话 陈妻直上 有人提起当年的妈妈 也是舞厅的一枝花 有人嬉皮笑脸的说 在外地见过妈妈 她在酒吧卖酒的 不知未接了多少的风流客 半真半假的话 传到了爸爸的耳边 极要面子的男人 根本无法容忍 让人公然笑话被前妻戴绿帽 但她没有找律师起诉 制造流言的人 直接是把矛头对准了我 一顿毒打过后 爸爸打算把我抓去 毒微笑 这样的话 一来可以把我扔到 眼不见心为定的地方 二来后妈的儿子身体弱 以后读出来 还能多多地观照 我不同意 滋生于骨子里的叛逆 让我躲到了一个哥们家里 第二天的大中午 爸爸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不由分说 就掐住我的脖子 居然在男生的家里过夜 年纪小小的 变成骚浪贱货 知人毒蛇 仿佛看不见的枷锁 就跟爸爸那只 想掐死我的手一样 逼得整个胸腔 都几乎窒息 哥们看不顺眼 想上前帮我 但爸爸身形高大 家之处在暴怒之中 一脚就把他踢飞了 多亏邻居报警 才没有酿成悲剧 从那天起 我就像个囚犯一样 被关在房间里 哪儿也不能去 后妈送来 残羹冷卓时 讽刺 你的眼角眉梢 全是你妈的影子 以后肯定也是个 当狐狸精的料 经受肉体和灵魂的 双重摧残的我 忍不住拿起刀片 在大腿上割 身体痛起来 杂念就会减少 直到酷暑的某一天 家里来了一位 不速之客 是妈妈 她依然是烫着爆炸头 踩着恨天高 岁月在她爱打扮的脸上 留下了淡淡的细纹 却没有赋予她 深邃柴米油盐的黄气 后妈如临大敌 你走了那么多年 干嘛要回来 妈妈云淡风轻地笑了 放心 我是为了接走女儿 不是来跟你抢男人的 奶奶做出一副 要把人赶出去的架势 挥舞着扫着 破口大骂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打地洞 你女儿就是像你 才会学着勾引男人 妈妈嗤之以鼻 老不死的 你以前骂我没骂够 现在还骂我女儿 有其母必有其女 她以后肯定会像你一样 活得不伦不类的 妈妈骄傲反驳 我生的女儿当然像我 我长得漂亮 她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千万奶奶她朝我招手 来 我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犹豫不知 要不要跟她走 留在风气封闭的小城多年 耳畔听了太多 有关妈妈的坏话 诸如勾引男人 不伦不类 给别的男人当情妇 条条罪不可涉 这时候妈 不阴不扬地来了一句 管好女儿吧 她小小年纪 就跟男人睡了 妈妈蹬着高跟鞋 居高临下 甩了她一个耳光 不许忤逆我女儿 她说没有 那就是没有 爸爸回来了 阴沉着脸看妈妈 你还有脸回来 当初你在酒吧 勾三搭四的事 你忘了吗 妈妈笑出眼泪 有意思 我16岁辍学 19岁在酒吧被你看上 给你生了孩子 你不给我花钱 也不让我去挣钱 让我像条狗一样 给你家干活 妈妈好不容易 拖昔日的姐妹 介绍卖酒的工作 爸爸不知从哪 听到闲言碎语 认定妻子背叛 从此一刀两断 见妈妈油言不尽 执意要把我带走 爸爸暴怒 我养了女儿这么多年 你必须要赔偿损失 否则什么都别想 妈妈懒得说 一脚油门 踩上了破烂的二手车 狠狠地撞向了大门 大有铲平爸爸家的架势 他笑着叫嚣道 这是我最值钱的家当 有本事拿走 如果你再阻拦 我不介意搬回来住 让你的名声臭烂大街 伤敌一千 自毁八百的招数 毕得爸爸同意放我离开 虽然我跟妈妈走了 但心里始终 为他多年没有关怀 而耿耿于怀 他看穿了我的心思 大啦啦的解释 当年离婚后 跟着一个老乡北上了 哪知对方是做传销的 把他也是矿到了里头 举目无亲的妈妈 钱被骗得精光 还被人剥夺了自由 后来他想办法逃了出来 但不幸如影随形 不知是不是 以前卖酒时喝了不少 年纪轻轻的妈妈 得了很严重的肝病 无奈之下 她只好一边挣钱 一边治病 离开的那些年 妈妈想回来看我 但车费太贵了 而奶奶肯定是 不会答应让她进门 妈妈学历太低 在外面打拼了多年 也只能是混个温饱 好在坚持打扮自己 走不寻常的道路 慢慢的在广阔的天地 混出了一点名堂 攒了好久的钱后 妈妈买下了一辆二手车 开了一家服装店 每天打扮的独立特型 去卖衣服 时代在变 外面的精彩世界 包容着一切 妈妈的另类审美 吸引了不少人 前来光顾 把我领到了 她租住的小房子里 可是 镇刻在身上的 坏女孩标签 如同被人精神控制一样 紧紧笼罩在我的心头 妈妈察觉后 穿着亮片小黑裙 和锚定靴来学校接我 本以为新同学会嘲笑 可他们吃着妈妈带来的甜点 纷纷夸我是个有超级酷壁的辣妈 也许妈妈是对的 她说外面天大地大 你是自由的 可以像小鸟一样 任意地做自己 不要被老家的闲音碎语击溃 井底之蛙才会一直盯着方块大的天空 靠脚别人的舌根子过日子 很快 我有了不一样的蛻变 即使成绩无法赶超 但慢慢地摸到了以后想走的路 跟妈妈变得无话不谈后 我知道了一件八卦 很早以前 后妈就喜欢上爸爸 但爸爸当时看上了貌美如花的妈妈 一夜纵情后 有了我 为了抢回心上人 后妈四处地散布谣言 在爸爸面前讲了许多妈妈的坏话 流言成虎后 妈妈黯然离开 被胎迫不及待地上门当后补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么多年 一直错过妈妈的电话 或者是礼物的原因 嫉妒让女人发狂 更让她把仇恨 洒到了当时未成年的我身上 只是没有想到 后妈会上门求我 她说弟弟得了很严重的肾病 需要一个肾 而我作为同夫一母的姐姐 很有可能是配型成功 奶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来哀求 为了宝贝孙子 她可真是能屈能伸 来到城里 等于进入妈妈的主场 她来找相熟的朋友 用扫帚赶走了 这家子想要我肾脏的吸血鬼 见后妈垂头丧气 我吐吐舌头补充了一句 小时候弟弟每次生病 奶奶都会背着你 为她喝灰扑扑的浮水 也不知道弟弟的肾 是不是吃脏东西弄坏的 这话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但在世子如命的母亲看来 仿佛找到了分泻的源头 两个女人大打出手 爸爸在中间调和 而我和妈妈在一旁看戏 时宜是意 谁能想到 咬人的狗 有天会毫不留情地 冲向同类 爸爸用身不见底的目光盯着 打扮时尚的妈妈 你可真是老样子 几十年都没有改掉身上的陋席 妈妈轻笑 你嫌我老样子 我还嫌弃你样子老呢 这可不 思想守旧的爸爸一直端着官腔 听说前几年犯了点事 也没有人出面相帮 眼睁睁地看着铁饭碗给弄丢了 昔日差距颇大的两个人 如今掉了位置 一个带着苍凉和颓废走向日暮西山 另一个认定自己风华正茂 还能青春个五百年 我收到时装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 妈妈开心地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来开party 手机在喧闹中响了一下 是爸爸发来的信息 他说为了给弟弟治病 家里几乎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言语之间似乎在埋怨我这个当姐姐的 不肯顾大局 娟慎就家里的香火 妈妈笑着搂过我的肩 不动声色地把这个号码拉黑 他说 人世间不可能遇到所有的亲人 都会真心地对待自己 但是无论如何 有勇气面对命运的混乱和对立 才是最重要的 当一个人遵从本心 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 活出自在余生 真正的幸福就会偏然而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